還有我的雞呢 連應付都可以安全使用的 放心去吃沒關係 沒有添加任何的一種什麼 香料七七八八的那一種 這個是什麼雞啊 這個是我們本地的那種土雞 我們小時候看的那一個 黑毛黑角的那一種 是龍蝦雞還是說養雞還是土雞 養起來是土雞 龍蝦雞說真的 一隻賣這個錢不夠成本 那這樣子一隻雞有多重 沒殺之前都有 三斤二三 殺完還有兩斤半左右 在哪裡啦 我馬相人啊 馬相這邊都是拆監戶 沒有沒有我哪裡有拆監戶 拆監戶我就不做雞了 做雞已經六年了 大哥你今天多大啦 看起來好年輕啊 五十了五十了 怎麼會享受來做這個煎雞啊 我六年前就是在馬相烤潮一個市場 看到這個雞呢馬相人很少吃 市場非常空白 然後我堅持做到現在啊 最好的時候賣多少 最好的時候擺來吃 你這個雞還要醃嗎 不用醃啊 我就是稍微加一點料酒 加一點配料啊 就是拌一拌就好啦 這樣子比較新鮮是不是 對啊 這樣保持它的辛香感 你這個是老薑嗎 對我這邊是 都是我們本地的老薑 放這麼多啊 這邊薑的話也不算多了 就是把那個薑呢 鋪在那個鍋底呢 讓它的薑味呢 跟雞肉融入在一起 然後呢 吃起來呢 口感會比較好 你這個裡面都不放水嗎 對 我雞是不用放水的 雞本身呢 它有一定的水分 把它呢 裡面的雞的水分滴出來 還有雞的油也一起滴出來 那這樣要煎多久 二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完整了 挺快的 對 那你這個怎麼賣的 一隻七十五 吃打包 全部做打包 沒有堂食 然後車費呢 外送的車費 進去 進去 把這個地方買買比較多 都是本地人啊 因為我做的適合我們本地的口味啊 還有我的雞呢 全部都是一個 連孕婦都可以安全使用的 充心去吃 沒關係 沒有添加任何的一種 什麼香料 七七八八的那一種 哇這羊肉看起來很好看 而且文家也很香 嗯 特別這這個香味哦 文家真的很容易 那你是一個人在吃 還是你老婆會在幫你 兩個人兩個人 一個人忙不過來 有時候高峰期 然後飯點的時候忙不過來 那你都是幾點看什麼賣 高峰期都在 下午的 四點半 跟七點半 這三個小時 那你就是兩三個小時 可以賣個幾十頭雞 有時候也要 五六十隻也是這樣 一直在做 哇那不錯 那你這個 兩三個小時就賣幾千塊 這個日子可以啊 做日子 有沒有人想來跟你學習過 以前有 這個就是做好的乾煎雞 它裡面是不放任何一滴水分的 是用生薑 還有一點佐料 這樣子生煎出來 顏色呢也是非常的好看 聞起來也非常的香 這個吃起來的話 應該是外酥里嫩 你看它這個把裡面的水分 全部給逼出來 這個表皮 你看起來是金黃色的 真的是非常的脆 它這個吃起來 連骨頭都是香脆的 像這種乾煎雞啊 年輕人啊 或者小孩子 應該非常的喜歡 如果是黑啤酒的話 應該也是非常的不錯 它這個雞生的是有三斤多 做好的話 一支是賣七十五塊 如果你沒有喜歡的話 可以過來買一支 嘗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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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